今天我们会看完整章的约翰福音,虽然我们只是读了十八字而已。 今天这个讲题是很清晰的,是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宣言,他说他就是一个好牧人。 我们想起牧人唱歌的时候,那个意境就想到是一个很清脆漂亮的地方,能够可以安息有一个好像羊那样,我们当自己是羊,有个牧羊的人来看着我们,去照顾我们。 当然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个信息的,但是为什么耶稣是用牧人来用他自己呢? 究竟以色列人来说,谁只是他们的牧人呢? 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就是看看,对于色列人来说,为什么他们用牧人这个意识来形容呢? 我们来看看,跟着其实神也是藉着在圣经里面,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对他的子民说,我就是一个牧人,好的牧人。 既然是神说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也是说自己就是一个好牧人呢? 那我们来看看,好了,我们首先来看看,在旧约里面,哪个只是以色列的牧人? 其实呢,是在《创世记》四十八章的时候,当日雅各为他的儿子联祝福,他年纪老迈了, 他知道他辞世的日子就来了,他就将他的儿子来到他的面前,为他们祝福。 我们看这句话他怎样说,愿我祖父阿巴拉罕,他的爸爸就是以色列。 那么,雅各说,我父亲以色所信奉的神,就是耶和华神。 那么他怎么形容呢?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很清楚他说,不是你们说那个其他人信的神,现在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耶和华。 这个是我的祖父阿巴拉罕,当日他得到神的呼召,我们跟他的。 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是一个个人的认识,一个家族上所敬拜的神。 这个不是只是讲到他的家族和个人的。 刚才我们读了一首诗,或者唱了一首歌,也是讲到诗篇二十三篇。 他应该是讲到耶和华神,我的牧者。 那你说这首诗,那当然大卫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觉得神就像一个牧养那样。 注意到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出身是什么? 他们是牧养人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甜切的。 他说,原来一生看着我的,不是只有我的爸爸,不是只有我的祖父。 是我的祖父,是我的祖父所敬拜,所认识的耶和华真神。 那现在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不是只有家族,只是很少数一班人所认识的神。 我们看到在诗篇八十篇的时候,当日这篇的诗篇不是大卫写的, 你看到的时候是阿撒写的。阿撒可能也是当时的诗班长。 那他写一些诗歌是教那些百姓一起在敬拜里面,如何来到去亲近神。 但是在这个诗篇里面,他怎么形容耶和华神呢? 他说,领约室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 很清楚他说,就是我这个民族,我这个国家,以色列民。 我们向神来去呼唤,我们向他来去敬拜。 他就好像一个牧者那样。 那你看一下,羊就是很在乎,也就是很,很必需要有人来去照顾他的。 如果不是有豺狼来,还有有需要的时候, 谁带他们去一个有草的地方呢? 就是这样。你看一个经文里面,他说,求你侄耳听我。 在基路伯之上的宝座上面,求你发出光临。 所以在那个议仗里面,神不是像一个人那样, 而在他的宝座上面,是受到天使的敬拜。 但是,神好像很远。 不是,诗篇说,神啊,求你侄耳听我们向你的呼求。 向你的敬拜。 在第二节,以以法联、里亚敏、马来西面前, 这些是他们的组织派,求你施展你的大力, 来拯救我们。 所以他们对神的依靠是很清楚在这个诗篇里面表明的。 再看一篇,在以赛亚书40章,那段的经文里面, 他说到,神会在他的民族里面,会施行拯救。 你要等候耶和华,你就不会落空。 看一篇,主耶和华必以大力临到,他的傍庇必为他掌权。 看一篇,他的赏赐在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十节,是很清楚说到,神是一个大力的神, 神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 神也是赐福,也都是要求我们在他的面前, 行事为人,满他的心意,行正直的路。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神不对的, 因为是不好的事,正经来说是罪, 我们讲到不好的事,神会责备我们,会报应他。 十一节,有用到什么形容呢? 他像牧人,不是一个将军,不是一个审判官, 他像牧人,去牧养他自己的养群, 用傍庇聚集羔羊,好在空怀。 是否很亲切呢?很舒服,很疼他们,抱着他们。 我们看到那些人,抱仔,抱女,抱土神, 现在不是,抱妈,抱狗都抱得很漂亮的, 抱得你,真的想去摸摸他, 因为你看到他是很享受, 是被抱和被爱护的过程。 诗篇说,我们就好像在神的面前被他, 他会很保护,照顾,慢慢引到那养育的小羊。 所以在这四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很清楚看到,在圣经用牧人去描写的就是神。 耶我说,这个永生的神,就是面式联名, 亦都是大位,亦都是这班侍奉神的子民的神的牧者。 但是,神在寶座上面, 虽然在我们的呼求里面, 我们向他来表达, 那神,有没有真的出手呢? 那神是怎样出手呢? 在旧约里面,很多时候, 是神藉着他的牧人。 那在当日的民族里面, 就是藉着大位王和其他的王, 来到去照顾他们, 在这个流奶与蜜应许之地, 来到过末。 可以说,这些上帝手下帮神, 去照顾这些百姓的, 就是神手下的牧人。 你明白吗? 神是大牧人, 但是他是兴起一些的人, 不同的时代里面, 在不同的需要里面, 去照顾神的子民。 但是这班的人呢, 他们的成绩怎样呢? 做得很不好呢? 看看耶利禮书, 我们就看到, 实在他们不是很满意的。 第一节, 耶和话说, 和灾, 那些残害, 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 就是说, 你现在糟了, 你做了什么呢? 你残害, 你令到我的草场的羊, 不但不得到保护, 甚至是被人赶散。 第二节, 耶和话说, 以色列神, 轮到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 所以, 神很清楚说到, 当时, 是藉着大魏的王国, 大魏的子孙, 来到去照顾, 牧养神的百姓, 不是大魏的百姓, 是神的百姓。 但是神说, 你们不要做好你们的跡佛。 你们赶散我的羊群, 并未看顾他们, 看顾我必懲罰你们的恶行。 这是耶和话说的, 一种很严重的指控。 那指控完之后, 有什么要做呢? 我看第3节, 那段经文, 他说我要从我赶他们的各国, 各国召集我羊群中剩余的, 令他们归回原处, 他们必生让众多。 那这句话当日, 其实就是很, 可以说, 很深深的感动当日, 他们这些被, 被人赶走了, 离香别井, 去到远方里面, 是国破家磨, 没有人去照顾他们的人。 神说, 现在这个国家, 我交了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 而是令到这些羊羊的百姓, 是国破家磨, 落散洞瀉, 甚至呢, 去到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神说, 我会找他们回来, 有些静回来的, 你不要以为全部是消失, 全部是死, 甚至呢, 我会带他们回来, 生让众多。 第四节, 我必设立牧人, 照管他们, 牧养他们, 他们不再惧怕, 不再惊惶, 会有一个失丧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耶和华神对这帮流离浪荡, 国破家磨, 在惶恐来到去生活的, 在巴比伦也好, 在当时在其他的民族, 压迫里面, 他们的沮丧, 神说, 你不用怕, 我会再设立牧人来照顾你, 看下日子彰道, 我要为大卫, 兴起公义的苗瑞, 他必掌王权行, 是有智慧, 在地上施行, 公平, 公义,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 我们看到, 神在圣经里面, 给到他的子民一个很清晰的英语, 他说, 你现在所认识的牧人, 你这个是王, 失散了, 令到你失散了, 他们都不知道去到哪里了, 甚至王都被人捉了, 但是我会设立牧人来照顾你们。 在以西结书, 是另一本的纪约书, 这里他很清晰讲到, 神会预备这个牧人, 是什么牧人呢? 很快, 我们要看看。 西结书, 前面那几节呢, 十一, 十二, 十三, 到十五呢, 都是讲类似, 好像刚才所见的那个, 耶鸣为书那个的责备的。 他说, 主耶和华, 如此说, 看啊, 我必亲自来寻找我的羊。 听到吗? 现在那个英语不是说, 我会设立一些牧人, 他说, 我亲自来找你, 等找到你为止, 将他们尋见, 牧人在羊群四杀的日子, 怎样尋找他的羊, 我必照这样尋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蜜群黑暗的日子, 散在各处, 我要从哪里救回他们。 换句话说, 你去到哪里, 以为是, 我失散了, 没有人找到我的, 我家人都不知道我, GPS都没有了, 我电话, 手机的电子都没有了, 怎样找到我呢? 有没有去过蓝山? 有没有走走走走, 看到没有了network的人, 怕不怕? 就说不用怕, 我就是这个牧人, 你都可以尋找, 甚至在黑暗里面, 我都会找到你们。 那天涯开过呢? 十三折, 我要从万民中, 去到万国中, 来到他大喊回来, 引领他们归回故土, 我要在以色列山上, 在他们家乡那边, 在一切的溪水旁边, 在境内所有可居住的, 来牧养他们, 回到一个清草, 翠绿, 安穩的地方, 塞丧的, 我必寻找, 避族的, 我必领回, 受伤的, 我必爆炸, 有病的, 我必医治, 只事肥壮的, 我必随便。 为何不怪呢? 因为肥了一些, 就是, 就是, 形容当日里面, 是, 自己, 挂着自己, 挂着自己, 令到其他的人, 是, 流离浪荡, 是, 是, 不能得到照顾, 那当日里面, 所以神说, 我必秉公, 牧养他们。 所以神很清楚, 他讲到, 他那个, 他那个, 对我们的要求, 在道德上的要求, 对我们, 在行事为人, 要行得正, 站得正, 兴行公义, 公平, 联吻, 这是神明的心意。 好了, 那这个是旧约里面, 神说, 我会来, 亲自去找我的约, 我会秉公, 扮你, 哪些是做得不对的, 我不会掩眼, 你都去不看, 但是, 受委屈的, 受伤的, 有病的, 我必然会看护医治。 好了, 那这个是旧约, 那现在, 来到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 耶稣基督, 他一个很清晰的宣称, 他说, 我事, 我就是什么呢? 我以前都说过, 我今天不会再重复了, 我事, 是一个secret code, 是一个, 由太人来说, 是大家都公愿知道, 我事, 不是说我, 是这么简单, 神, 他自己的, 自己称自己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神。 那现在, 在先先的头六节里面, 耶稣没有说到他是木洋人, 其实呢, 在一个对话里面, 他是同一班的人, 一班是, 听他的, 有些人不是那么听他的, 有些是信他的, 有些人不是很信他的人说, 因为他的身份里面, 有些人是不是很清晰的, 究竟这个, 在我们当中里面, 讲神的道理, 在他们当中里面, 医好那么多人, 又赶鬼, 那你又说究竟是什么的人呢? 那当日, 若翰去记载说, 耶稣这么多教, 我实实在在, 即是很老实讲给你们知道, 很正宗的, 不是花架, 要小心听, 是真事, 他说, 这里是讲了有, 第一个图片, 他就是说, 那不从门进去羊圈的, 倒从别处爬进去的, 那个就是产, 就是强度, 首先他说的是人, 那当日的羊, 其实就不是周围散了, 有羊圈的, 有一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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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就是用了一个的秘语, 他说, 如果不是在门口进去的, 爬进去的, 就像我们家里, 爬进去的, 是贼来的, 是不是, 不是在门口进来的, 没有锁匙的, 是贼来的, 那, 第三节, 他说, 看门, 见到这个是牧人的, 就开门给他, 羊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那, 第三节就讲到, 其实, 是, 是, 羊和这个牧人, 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他说, 这个牧人呢, 就会, 是在门口进去的, 那, 其实呢, 就是, 是, 从, 当日里面, 一些的法律菜人, 和一些的民事, 很清楚讲给他们知道, 我来, 我就是来找我的羊, 当他把自己的羊都认出来, 羊就会跟着他, 但是呢, 陌生人呢, 他反而会走, 因为他不懂你嘛, 那, 其实这句话, 这五节, 就是讲到, 他, 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 应验到神, 当日在教育里面说, 我会来, 尋找我失丧的人,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神的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 行这个角色, 去尋找这些失丧的人, 但是, 耶稣用这个秘语, 一定不是很明白, 所以呢, 耶稣就是很清楚, 第七节说, 我就是那个, 在门口进来的那个, 不是爬的, 不是来偷的, 他再说, 我就是羊的门, 他现在用第二个的比喻了, 第一就是说, 我就是那个, 入来的羊人, 他说, 现在我就是那个门, 他怎么进来的, 经过门口, 那么, 他的意思就是, 羊要经过我, 才能够入到的, 那么, 他也不太明白了, 都不紧要了, 耶稣基督说, 以前进来的那些是贼, 但是, 我进来的是一个木人, 我就是, 我就是, 必须你经过, 才能进来, 有一个封城的, 人生的, 你看第九次, 和第十次, 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比较, 杜策尼, 有什么目的? 偷一些不足于他的东西, 是吧? 杜策尼, 会不会镜石你那些, 漂亮的那些花瓶, 他不是的, 打烂了都不要紧, 他要拿钱, 他在生活中要拿的东西, 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个秘语说, 杜策尼, 因为他, 不会珍惜这些的羊, 他才会偷, 会杀害, 会毁坏, 但是我, 是我力, 就是要羊, 得生命, 得到有好的照顾, 不单如此, 是有更丰盛的生命, 这句话, 耶稣基督是说得很清楚, 杜策尼说, 我就是, 不是一个简单的牧人, 不是其他的牧人, 我就是一个好的牧人, 好到怎样呢? 比较一下, 第十二节, 他说, 其他人, 如果是打工的, 那怎样呢? 有人拿槍进来的时候, 你给他吧, 有危险的时候, 火灼的时候, 你走吧, 对不对? 你就会为你自己的生命, 为自己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对不对? 耶稣说, 因为故宫不是牧人, 羊都不是他的, 对于他来说, 得失了, 不是这么大件事, 东家不打, 打世家而已, 没有了这些羊, 就找过其他的羊, 对于他来说, 是一些commodities, 一些的物品, 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就撇下那些羊走, 是不是? 这是很自然的, 关心自己, 多过关心其他人, 关心自己, 多过关心财物, 是吗? 但耶稣说, 我不是, 我就是一个好屋的人, 会留守的, 我会不会走的, 我甚至为羊的保护去拼命, 我可以看到, 如果有柴狼来的时候, 他就会第一个走, 一人握枪的时候, 他就第一个走去, 去面对各个危险的人, 说, 你来做什么? 你不应该来, 羊是我的, 我会保护我的羊, 很笨, 是不是? 甚至为羊捨命, 所以, 耶稣基督, 他说, 我, 是关心, 是将我的羊, 放到是这么重要, 比我的命还更加重要, 比我的命还更加重要, 我夹了两够, 走一段分析, 一, 十四节, 他说, 我就是一个好的牧人, 不是一个不清净的, 不是一个有事就走的, 有事就是, 很多话来说, 射播的, 有光彩, 他就要先走, 别人想赚的时候, 他就要去拿奖, 但是有事的时候, 有危难的时候, 他就要去走, 不是, 耶稣基督说,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一个很亲切的关系, 一个很个人的关系,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羊, 并且我为羊, 写命的, 这句话, 真是不简单, 是带了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在这里, 他说, 正如天父怎样, 和他这么亲密的关系, 耶稣基督和属于他的羊, 是同样的认识, 同样的密切, 同样的去珍惜, 他甚至会为羊舍命, 那这句话, 我要听一听, 当日耶稣基督和犹太人说, 犹太人听到的时候, 特别是熟悉旧样, 我们俗所读的经文里面, 他就知道, 这个原来真是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牧人, 这个神真是, 现在应验, 当日这句话, 你寻找我们, 所以有些人信, 有些人不信, 但是这句话, 受接, 耶稣基督再说一下, 他说, 我还爱你, 另外有一些羊, 不是在这个圈里面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以色列以外, 在犹太人以外, 我还有一些羊, 你很多心而已, 你认识哪个多些啊, 会不会不理我们啊,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耶稣说, 其实呢, 他对世人, 不单是犹太人, 非犹太人, 非犹太人, 一样是愿意为他们去写明, 但犹太人, 他眼中呢, 非犹太人呢, 是低一点的, 你们是爱人, 你们没有救恩的, 你们没有神的恩典的, 在他们的眼中里面, 他们只是神的子民, 神的选民, 耶稣说, 不是啊, 救恩是给全世界的,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六节, 是讲得很清楚, 无论一个人是犹太人也好, 非犹太人也好, 你一个人眼中的好人也好, 眼中里面是不好, 不值得救的人也好, 耶稣基督来, 就是寻找失神的人, 所以当日里面, 和很多人, 是有接触的时候, 有些人说, 耶稣, 为什么你和一些, 在他们眼中, 都不是人来的, 来到相处啊, 那些什么不是人啊, 那些瑞利呢, 倡妓呢, 我们那些, 正人君子, 你好像就很严厉哦, 你对那些, 不应该, 受到神的恩典的人, 你反过来去照顾他们, 虽然耶稣说, 我来就是, 病人得到医治, 你以为你没有病呢, 那你不会找耶稣, 你不需要耶稣, 其实这是, 喪失这样的机会, 是愿意听他的, 无论是犹太人也好, 被犹太人也好, 背景也好, 你今天那个处境也好, 你的成就低高也好, 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是, 是坏得无人哀的, 神说, 你听我的声音, 我快来找你, 并且要合成一群, 就是整个眼睛里面, 分别只是, 你听他的声音, 你是他的子民, 不是说因为你有太人, 或者因为你的, 关系是怎样, 我爸爸是基督徒, 我妈妈是很爱主, 我整个家族, 期待都是在教会里面, 来出出入入, 甚至是牧师的子女, 未必一定, 你就是愿意听神的话的人, 17节, 耶稣基督在17第18节, 他在这个好牧人的形象里面, 再重新讲一讲他自己的权柄, 他为此我父爱我, 他不是说白话的人, 他是天父差来的, 他来到去理行神, 给他的使命, 他因为我把命舍去, 好在取回来, 很多人眼中, 耶稣基督是一个失败的人, 是不是? 为什么死了在十字架呢? 当日里面在十字架, 旁边很多人都这样嘲笑耶稣, 你是神的儿子, 你一来我就信你了, 你帮到那么多人, 你帮到自己呢? 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民负杀过江? 有没有听过? 自身难保, 中文那些激后语, 有时候很有力的, 是吗? 但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民负杀, 他说, 我把我的命放下, 是没有人拿得去的, 尤其是神的儿子, 是我自己甘心的去放下, 在十字架上, 是为人的罪, 是为了拯救, 所以回到牧人的秘书, 牧人的秘书, 牧羊人因为爱这个羊, 所以他甘愿跟他们一起, 不走, 耶稣基督爱我们, 他不需要死, 但是他要跟我们一起, 以一个人的仰逝去过满, 以至他能够完完全全的代表人, 是背了这个罪的承担的死, 以至他是完完全全的代表人, 来牵上这个祭, 来去挽回我们回来, 所以他说, 我将我的命, 防抵, 带有权, 来到老乡回来, 他说, 这个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运力,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不是就是这样, 就变成了福音的本事, 最光彩的, 当然, 十字架上的死, 也会连连神的大爱, 十字架上的眼中, 这个是很冤辱, 这个是一个失败, 写上一个句句句句, 大爱, 和小爱, 这不是句句句句句句, 这个是新陳, 这个是冤辱, 神是愿意用祂的 elites画的生命, 去设还我们的生命, 以致我们是得到以后永生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讲完的时候 19节这里没有的 我没有放上去 因为太多了 当中有些人说究竟说什么 耶稣基督是不是傻了 为什么他说他自己是有权去拿回自己的生命 他是不是瘋了呢 有些人又说不像哦 瘋人会说这么有层次的东西吗 这么有引经据典 和说出我们心的渴望吗 我们真是很想得到神的照顾 当日里面耶稣说 其实我跟他说你这么多东西 就是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身份 我就是神的儿子 这个好目人来到写明为你们 来到你永生 但是我已经明明说给你们知道 你们不信 25节 我奉我的名所做的事 做好了他的神迹 都可以很表明看到我的身份 但是你们不信 又不信 又不信 他因为根本不信于我的东西 所以对这班当日 是冷着心的人 他们的不信 是一个很大的责备的身份 你要我怎样你才信呢 我来到寻找你 我在你面前说 你又不听 我在面前做了这么多东西 你看到的你都不信 那这个是无可吹躺的了 但是27节 神说 听我的就是认识我的 听我的也会跟从我的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两个很大的结果 很不同的结果 听到耶稣的 看到耶稣的神迹的 但是都拒绝去相信去接受的 他的结果呢 他会灭 这个是灭的灭灭 这是灭灭的 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 很大的分别就是 认识耶稣的 跟从他的 听他的 28节 我必知给他们永生 i gave them eternal life and they shall never perish no one can snatch them out of ok 所以应该是现在式 不是国外式 我死了的时候 是 是 是在灭灭 耶稣基督说 跟我的 信我的 right 我们会得到什么 永生 不会灭我 还有呢 没有人把我们拿走 好啊 在澳洲里面 入了籍也好 如果你不在这儿出生 入了籍也好 如果你的原籍不是澳洲的呢 你犯了很严重的刑事案呢 澳洲有权拿回你的公民权的 他说是趕你走的 有没有看过这些新闻啊 不是一些必然的 不会一些是永远的 但是这句说话给我们 看到耶稣说 没有人能够将我们 从他的手里面向往出来 我父所赐给我的 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他说他会夺去 我与父缘为一 是没有重要啊 有谁能够将我们 从神的爱里面跟着 神握住我们 他不会脱手 我们握住 有时候握到手远 神说我信心不够啊 神说我没有力啊 我感谢神说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挣扎 你在我个怀里面很安稳 他就是帮牧羊 抱住一个受伤的高 失落了神的怀 所以今天一个很清晰 耶稣基督在第十章 所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信息 就是信他的 跟从他的 我们会很清楚 会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 这段的关系 是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 能够将我们 去拉走 你愿意听神的说话吗 你愿意跟着他吗 跟着你会跟着 不怕的 耶稣基督会问我们 当然我们就不要说 好像是cheap race 既然神会认识我们 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 当年要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对神是极枝枝的 面试 不尊敬 是吧 跟随他的 要听他的说话 在他的主权底下 去寻求 哪样是合神的心意 对吗 你认识你个妈妈 认识你个爹地 你会做些什么 做些他们会开心的说话 的东西 对吗 同样的 我们愿意是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愿意是如此 好了 那最后呢 有一个信息 那 信了耶稣的 那我们跟着耶稣的 有些什么 是我们值得去思想一下的呢 那样 那其实也是同样的 就是要很跟随 紧紧跟随 去使用耶稣 那最后一句的说话了 这个是吸牧人的说话 因为so far来说 都是跟羊讲的 那旧约里面 神是有他的 我们的 选派的人 去照顾那些羊 那些牧人 那旧约里面 有些不好的牧人 那新约里面 提醒我们做牧人的 那这句说话呢 不只是给牧师的 这句说话呢 是在彼得前书 彼得和教会的掌路 就是胡道亚港呢 是在教会里面 去侍奉 和照顾神的家里面的人 所以不单是牧者 或者是掌路 或者是执事 甚至可以延伸下去 在教会里面 一个小组的重账 或者是茶经里面 或者是祈祷会里面 那帮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觉得 有这样的负担 去照顾她的 你感谢主 其实在新约里面 我们不是说 要等神的选派 神的牧人之能 去做到神的工作 我们个个都是神的牧人 我们个个都是 培养的是祭司 信徒皆祭司 所以这句话 我希望大家留意去看看 我同作长 我同作掌路 作基督受苦的证人 和分享将来 所以显现的 荣耀的人 所以我们讲到 这班人 不单是一班领袖 在主里面受苦的 在主里面一起做见证的 将来里面 在神的面前 会得荣耀的信徒 免是你们 免是你们 特别是做掌执的人 他说你要 慕要慕养在念当中 神的荣耀 按着神的主意 照顾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要感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而出于乐意 不要管轄所托付你的群羊 要作他们的榜养 这个很大的要求 是吧 第四节 到了大牧人 起见的时候 这个大牧人 为什么呢 耶稣起见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时候 会交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仗 道神讲道神 我没有辜负了你给我的恩慈 我没有浪费了你给我的这段时间 弟兄姊妹在我当中一起的时候 我不是只是跟她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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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的相负 彼此的守望 彼此的照顾 彼此的侍奉 彼此的侍奉 希望我们神在面前的时候 不过祂会不要的会 彼此回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得到神 说 这是良心的福音 这句话 你想听吗 祭祷 主啊 我感谢你 在这个说话里面 给你的理由 这么大的提醒 主啊 我们实在是要感恩 因为我们自己 真是 不会去寻找你 我们以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很满足 其实我们在黑暗当中里面 在罪恶的打滚 在人生很多的 是一个很烦的事情 但是我们以为是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来去光照我们 看到我们的不是 来到在黑暗里面 是愿意追求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虽然我们就算是没有力 你都是亲自来尋找 正如好像那些人 是一个很厉害的 甚至为我们的生命 主啊 我们感谢你 甚至压伤 是为我们成为 对罪的公公教 以致我们能够透过你的 癫伤 透过你的死 得到有意志 得到有生命 甚至有丰盛的生命 主啊 我们感谢你 真是巴不得 我们今天既信你的 今天都能够可以 而来到去归回你的室下 得到你自己的爱 的照顾 是一生的 得到丰盛的一生 主啊 我们求您的帮助我们 是有生之年 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一生的听你的说话 高举你的生命 叫你得到名字 叫弟兄姊妹得到重责 你也想不得到 你去一生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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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